飛機師地齊鴻軍,皮特關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上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繼續回頭之後的時間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天公佈了 和共和黨方面達成了一個協議 在減稅的議題上 在布殊年代推行的所有減稅的措施 其實在未來兩年都會繼續推行 希望可以協助經濟 以及協助美國的人 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其實Anthony在奧巴馬 昨天宣佈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看見他的樣子很傻傻 他不太妥 他要做給選民看 其實你覺得這次奧巴馬 為什麼可以跟共和黨來一個妥協呢 因為似乎跟剛剛上台的時候 很大聲說話 真的不同 他的性格不在他身上 因為最主要是奧巴馬現在不能選擇 他現在的情形就是整個的性格 根本是在共和黨那裡 早前奧巴馬的減稅政策 在眾議院通過之後 大鼓地被共和黨知道 被笑 說你不切實際 因為參議院不通過 你也是通過不了 沒錯 除非奧巴馬他不想通過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定要跟共和黨來一個妥協 希望在裡面可以拿過尋求的共識 希望同時間也可以令到共和黨開心 他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是的 我知道在民主黨方面 其實主張不向一些比較有錢的美國人延長稅務優惠 其實一些經濟學家都說 其實都沒什麼必要向一些有錢人延長稅務 因為他們已經大發錢 其實洗來洗去都是免個浸 免頭那兩張 裡面的都用不到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 這次的稅務優惠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幫到美國那些人 你覺得 從來一個國家一個地方 他如果想撤擊經濟的話 一定要頑富冤民 他又減稅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但是目前來說 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 大家分別代表兩班不同階層的選民 所以大家都要跟自己的選民交代 而且在這個情況 一定要大家做回自己的工作 而奧巴馬他實施的政策 當然是真的在救一群水深火熱的人 但是同時間 他也要一直通過這件事才行 所以說沒有辦法 這次奧巴馬一定要跟共和黨妥協 沒錯 還有這個稅務優惠推行之後 美國削尺的大計可能有受影響 你那個又要洗一筆錢 變成削減尺子那裡可能也有些牽連 大家留意著最後發展 這個時候又看看另一個話題 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 擴大對華爾街內幕交易的調查案 Anthony其實FBI這個調查 在昨天也對美股有些影響 看到特別是在美市臨收市前 的大約一個小時 剛剛這個消息爆出來的時候 這個股價的導指方面 都即時跌了下去 其實整個內幕交易 之前也都已經在調查 現在就擴大規模 其實會不會對金融市場也有些影響 我覺得是多少 但是暫時來說 長遠來說不會有太大影響 因為很多事情都還未曾安落定 其實現在這件事 都搞到整個華爾街都風聲學淚 人心惶惶 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輪到下一個自己 在這件事上 反而覺得有興趣 就是他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他叫做John Kennegan 被譯為一個民間英雄 因為英雄要付出代價 他要作出犧牲的代價 他無論FBI也好 叫他提交一些文件也好 或者提交一些跟客戶的交談 內容他都會說不 而且FBI也提醒過他 你別告訴別人 我找過你 但是他自己都在一些電郵裡 告訴對沖基金和客戶 所以這次是一身矮的 是的 其實會不會說這次FBI的調查 對一些 例如好像在華爾街 一些比較大的投資銀行 高盛 或者摩根大通等等 這些會不會影響比較大 其實多數有影響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 無論整個華爾街 從一開始來講 內幕交易這件事都是存在的 但是 只不過華爾街經過的長年 即即年累月的這段時間 這件事已經變成規模化和系統化了 現在這次政府大力打擊這件事 他們一定收斂不小的 但是長遠來說 這件事內幕交易仍然會存在 只不過是到時可能會成為了 一小撮人去控制這件事 即是我自己看 一小撮人去控制這件事 成為一個獲利的工具 所以政府在這件事上 有可能他會再大力嚴打之餘 他一定會有些措施出來 一些政策出來 到時才會有更明確的影響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未看到嚴打之後 是一些長遠影響 短期影響可能會有些少 甚至乎我相信也會視乎美國 幾大決心要做這件事 可能日後有些灑警白的情況出來 看看誰先死 這個時候說到這裏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到9點27分 今天的時間夠了 明天同一時間 在9點鐘繼續有財經三文明 再見 再見 再見